据美联社消息 当地时间11月30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议案 你永远禁止伊朗获得被美国冻结的60亿美元资金 这项名为禁止为伊朗恐怖主义提供资金法案的议案 由共和党人 也要求伊朗为参与哈马斯袭击 负责为由推动 最后以307票支持 对11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 报道称 众议院共和党人指控伊朗 为哈马斯等中东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以及参与哈马斯10月7日 针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根据美西囚犯交换协议 拜登政府此前已同意解冻 伊朗此前被美方冻结的60亿美元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 在一场辩论中表示 在该地区如此不稳定的情况下 我们最不需要做的 就是让这60亿美元流向更多 由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组织 几名反对这项措施的 众议院民主党人则认为 考虑到人被哈马斯扣押的 加沙地带的美国人质 现在对伊朗资金 涉嫌并不合适宜 拜登政府官员也不斥了 共和党人的批评 他们指出 美国还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亿美元 且根据协议 即使伊朗获得这60亿美元 也只能用于神道主义需要 但共和党人坚称 尽管这笔钱仅限于援助 但依旧可以为伊朗腾出 可以向哈马斯提供支持的其他资金 根据议案内容 美国将永远禁止 伊朗获得被美国冻结的 60亿美元资金 为此将针对这些资金 实施新的制裁 并威胁要制裁任何 参与处理资金转移的政府或个人 目前 这项议案已提交国会参议院 但美联社称 预计该法案不太可能得到 占多数的民主党的支持 伊朗2010年以伊朗央行的名义 在韩国中小企业银行 和有力银行开设韩元账户 以收取向韩国出口原油的货款 美国在2018年将伊朗央行 递入制裁名单后 伊朗在韩国开设的上述账户 无法再进行交易 韩国去向伊朗支付的 约70亿美元原油货款 被冻结在账户内 数年过去 这笔资金已缩水约10亿美元 今年9月 在美伊确认此前 被美方冻结的 60亿美元伊朗资金 已转出第三方账户后不久 5名被拘留的美国公民 已乘上卡塔尔派出的飞机 离开伊朗 5名被关押在美国的伊朗公民 也获释 根据拜登政府的批准 伊朗的这笔资金 转移到了卡塔尔央行 美国国务院表示 解冻的资金属于伊朗 但仅能用去购买食品 药品等人道主义物资 解资金用途将受到 美国财政部队严格监督 然而 伊朗总统莱希则表示 冻结资金属于伊朗人民 及伊朗政府 因此 如何使用冻结资金 将由伊朗决定 新一轮巴尼冲突爆发后 美官员又借哈马斯 受到伊朗支持为由 鼓噪重新冻结这笔钱 但截至目前 拜登政府并没有任何 将伊朗与袭击联系起来的 直接信息 Zither Harp